我们下面呢给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的两会 这个今天昨天中国的时间昨天已经是闭幕了 那么来说一下这个两会 其实因为俄乌战争我们对于两会好像似乎这个没有更加的关注了 但是呢等我看到两会的时候发现他已经闭幕了 所以就感觉哎这个时间怎么这么短 后来发现原来果然是这个史上会期最短的两会 所以我想请问杨先生会期短 再加上呢这个媒体也说哈这个习近平 他们这个落团的这样的一些讨论会也非常的少 所以今年的两会是不是就是走过过场 他是个制度性的安排 你不能说他就是走过场 第二个今年的两会地界开的很门 没有什么爆点没有什么亮点 有华善可行走程序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二十大 但是两会不开又不行 两会不开就意味着文革要来了 我想还是要开的 所以我不认为是走过场 因为他该有的都有了 有提案 有发言 有政府工作报告 有记者会 有外长记者会 各种各样应有尽有 只是说现在人们的关注点 不在中国的两会 对 去年的这个十二五规划已经通过 还是十四五规划忘了 所以今年这个基本上这个流程 今年唯一的亮点就是李克强最后一任的 总理的最后一任期 也就明年的两会 我们再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见到李克强 因为他退休了 他这最后一任 我有一期的节目在昨天晚上播的 就是来谈对李克强的最后一任的记者会的一些感觉 当然十年前 意气风发 2013年 提都没有提习近平同志的名字 十年以后的记者会 反反复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我想这就是李克强是十年的变化 了解 所以大家想了解的话 可以到杨先生的油管去来听一下 昨天晚上的这个节目 当然这个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标题 就是中国式民主的窗口 那么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说 包括杨先生之前在说 全过程人民民主现在是中国提出来的 那么有人就会认为 像两会这类的中国的民主式的橱窗 已经是越来越不受重视了 而且就像您说的也是程序化吧 那么有人就会觉得 如果是连这个都失去的话 可能对于观察中国也会失去一些意义 您是这么看吗 外媒会把每年一次的两会 视之为近距离观察中国政治变化的一个窗口 那么很热闹 前几年都有很多戏精 借这个机会提一些 五七八糟的提案 做秀根本的毫无见数 因为这些代表人谁选出来 现在我到现在也搞不太清楚 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制度 是全过程民主 当然这一点我们也很期待 全过程民主主要是跟西方的票选民主 做一个对立和区隔 那么我想中国特色的民主 以西方的民主理论来讲 那基本上摆不上台面 摆不上台面 因为朝鲜也很民主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开什么玩笑 他比你还民主 这个两会能不能扮演 全过程民主的一个释放窗口 以目前的这个参政议政的状态 和水平来看 远远还达不到 因为中国要用大量的事实 不仅是每年一次的两会 来说明他的全过程民主的 可靠度 可信度 以及被人民的接受程度 如果说中国这个模式 要输出 要成为发展中国家的 一些学习的模式 在这方面我认为 还要加大力度 因为自己要重新在 营造或者定义 一个民主的概念 不太容易 以目前七十多年来的 党内的民主 还远远还没达到 对吧 你现在讲的还是定于尊 还要一锤定音 不让忘义 那么就和黄论党外 现在当然西方对 国内的这个言论的管控 各方面也有很多的批评 如果全过程的民主 只是拘泥于一个 两会的制度 没有说服力 如果能够扩大到 整个社会的民主参与 甚至整个九千万党员里面的 党内民主 我想这一点的说服力 可能会有更多的依据 我想现在中国离 我们理解中的民主和法治 那还有距离 因为现在呢 四个现代化还多了一个 叫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 你的参政议政的民主程序 而这一点呢 应该来讲还是比较薄弱 这一点不需要去为他做太多的演示 实际上来讲 在中国的概念的 地理的概念和范围中 现在有三种民主的模式 一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过程的民主 一个是现在已经有点不伦配的 这个选举制度 更靠近祖国的这个政治文化的要求 还有一个是台湾 是吧 台湾呢 基本上是西方民主的一个模式的板块 台湾的政党政治呢 也经过了多年的这么一个民主转型 也有它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特色 所以呢 什么叫全过程民主 什么是中国民主的橱窗 现在连地基都还没打好 可能还不一定容易找到橱窗 是的 这个确实啊 就是三种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这次两会 其实杨先生说到台湾的时候 这个 我们记得就是说 这次两会没有怎么提到台湾 就是在汪洋的这个工作报告当中 他回顾了一下2021年的这个台湾的情况 完全没有展望2022 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二十大做出解释 所以我想请问杨先生 您觉得现在中国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您觉得对台湾问题的这个部分 会有一些变化吗 会有一些新的一个整理 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台对台政策的总体方略 这个总体方略在去年是习近平提过以后呢 估计会在二十大有一个有一个阐述 现在都在准备过程中 我有两个人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简单的说呢 台湾问题包括对台政策是党的方针政策 现在提法不一样 不是一个政策 是总体方略 第三率已经开始在构想统一之后的台湾怎么治理 这想的有点早吧 或者不想 你就想的很早啊 怎么样弄啊 要追究什么人的 不能让这主张台独人参政议政值的 就把香港这套东西搬过去 我认为是有点迎合领导人的一些想象 然后呢 切换来去靠拢领导人的思路 我认为是作秀 没有意义 两岸提到解决台问题的总体方略 要跟台湾坐下来谈才有可能 第一步要先结束 1949年到现在70多年的内战状态 别忘了大陆没有宣布内战结束 这是内战遗留的问题 完了以后两岸呢 再搞一个协商 在大家认知的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来探讨两岸整合的时间表和步骤 这样呢 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 而不是现在的剑拔弩张 如果你真的想用穷尽一些手段 来实现和平统一的话 理论上要往这个角度去想 所以你要定什么台湾基本法 统一法 这个东西跟过去你大陆要制定一个反分裂国家法 不一样 反正我设定几个红线 你不能越这个红线 但是呢 你所谓的总体方略 那是要解决台湾跟大陆的最终的整合 然后呢 整合之后台湾怎么治理的目的 八字还没一撇 现在写得非常的愿景 几里哗啦的什么都来了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积极敷衍 它达不到私自的要求 勾勒中心我们谁不会 做方案啊 做计划 科研项目的经费啊 玩一趟没有 数字高格的东西 我们见多了 这个主持人 这个其实因为俄乌的战争 我们其实之前也跟杨先生聊过 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 那么当然这个对于台湾岛内的话 他们也是在看 在这场战争当中 美国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政策 但是呢 这个我们也看到3月8号的时候 美国CIA的局长 他也是发了一个 发出了一个这个讲话 或者是表示吧 他认为这个 接下来 不能够低估中国对于统一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可能在他的意思当中 就可能是因为俄乌的战争 会让中国加速这样的一个脚步 那么我想请问杨先生的是 在俄乌的战争当中 你觉得中国是如何来看待 美国有可能对于台湾的态度 而乌克兰跟台湾不能相提平的 这是中国的一再强调的问题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冲突 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是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内战延续留遗留的问题 这个是从理论上 法理上是这么讲 但实际上来讲 我相信无论是台湾的军方 台湾的情报单位 还是大陆军方的情报单位 对这次的俄乌战争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都会很认真的去推交和总结 因为下一场战争 如果真的不幸发生在台海之间 所有今天发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以及西方国家美国的反应态度 都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台湾战场上 重复的又一言了一次 对 所以这一点不要感到吃惊 北京虽然是这么解释 但他们也意识到 用虽然吴谦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讲的 台独路透之大 台独现在是不会路透的 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概念 也就是要解决一个 我曾经跟民进党的很多朋友讲 民进党跟共产党是没有历史夙愿的 对 跟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还有个打了半天的内仗 还失去挣钱两三百万人跑到台湾来 是吧 那个偏拉 然后这个要转进的诸如此类的东西 民进党没有 为什么就能够告别所有过去的意识形态 跟大陆来寻求一个相安无视之道 和平相处之道 为什么你就不能够跟大陆一样 在他们不断的调整调试自己 在一个中国不管是明确还是模糊之下 寻找一个不需要外力能介入 而且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 而不要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家 要打得七分八素了 而且越打越四仇越厉害 台湾人跟香港人不一样 台湾人是很赢啊 很赢啊 用这种军事占领牙服 日本人都做不到 何况你大陆 血龙与水在这里面是谈不上 你如果用武力相向的问题 哪有血龙与水 是吧 这个就是你有什么什么东西 这就是给中国留下了一个 比香港还要拦治理的一个后患 真正要有极高的政治智慧 要在这里面做文章 而不整天拿摩拳擦掌 喊打喊杀 别忘了这也是同胞 你不是整天讲血龙与水 怎么一讲到这个 就脸就翻过来了 对吧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 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我的节目也不断的推 主张这个概念 何为贵何为贵是怎么能体现 它何和贵呢 为什么到二十一世纪 为什么内战已经 两岸的四仇已经告一段了 新世代的人已经没有仇 为什么还要知之以求 那个根本没法实现的政治目标 两岸的领导人 包括蔡英文到卸任之前 能不能跟两岸的和平相处 找一条路径 其实这才是极高政治智慧的体现 如果双方的领导人都无意在极高的政治智慧的领域去修炼 去敌取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尔美投赎了 是的 没错 好 最后一个问题来问一下杨先生 因为像刚才您说的 就是说两会的这样的一个短 可能是一个是 这个疫情的原因 有人分析是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疫情爆发 再加上呢 这个二十大马上就要开始 要为这个要突出二十大 所以呢就是会期比较短 那么二十大我们最关注的 大家最关注应该就是人事的变动 所以在最后我想请问杨先生 您对于二十大在人事变动的方面 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您觉得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 二十大如果没有这场俄乌战争 如果没有中国的最近一段时间 来处理国际大事上的这些变化 党内几乎不可能有不同意见和声音 尽管现在在海外的很多媒体 开始在客观评价 公正评价习近平 那个东西影响不了大军 对 二十大的人事变动早就在进行 接下来的一期就是一句话 政治局人事的重组 政治局常委 人事的安排 还有国务院总理的确定 其他习近平想干多久就干多久 管政已经没有任何法律条款来约束他了 是吧 但是他能不能达到他的这种 李洪宗式的这种效忠之类的东西 我估计也难 要九千万的党人党员都那么的步调一致的认同他的所有的言行主张 我估计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那么现在来讲的体制内的怠惰 躺平其实也是个普遍的现象 那么当然会还有一些对于像类似太和电的这个大门 这个忽然间红蓝倒塌 有很多估计的这个迷信或者风水方面的解读 这些东西会给中国国人带来很多心理的压力 总而言之 想干 但多少没有人能拦住 但是干的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希望这个国家曾经以往 维系了四十多年的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和平稳定的内部的经济建设的环境 不要有什么闪失 因为看错国际大事 是要犯大错 对 是的 好 所以今天也谢谢杨先生啊 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分析